HELLO 大家好,我是Silly 沒見到大家一個禮拜 英國的天氣已經凍了很多 又是吃了一些暖粒粒的措飾 今天我會分享一個簡易版的雞煲 不需要用很多調味料都做到 一起來看看是怎樣做 辣椒光和花椒浸一浸水 令它煮出來的味道更出色 用雞可以買全雞也可以 然後將雞斬件 或者你喜歡淡淡肉的話 用雞腿斬件煮也可以 我自己覺得全雞因為有不同雞的部位 煮出來的雞有不同的味道 雞殼因為沒有太多肉 所以我會撕皮 然後用來煮湯 為什麼要撕皮呢 因為連皮一起煮就會有很多油 雞醃過夜就會更多入味 如果你即日做的話 最少建議都醃一個小時才煮 就會更好 做雞煲的材料很重要 蒜和乾蔥的份量都要多一點 蒜頭我們就圓粒 輕輕拍一拍 令味道更加熟 千萬不要切成蒜蓉 因為如果切成蒜蓉 就會很快焦 乾蔥我們也是切半 令味道更容易出點 切成蒜蓉 切成蒜蓉 待會是裝飾的時候用 其他切成蒜蓉 切成蒜蓉 其他切成蒜蓉 切成蒜蓉 最後才加來裝飾 我自己就喜歡加些黃紅椒 吃下去 雞煲比較甜 有些纖維和蔬菜 感覺就沒有那麼斜 雞煲是我自己非常之喜歡的 喜歡它又香又麻又軟 非常之野味 而且吃完之後 加點湯就可以用來打火鍋 我們先把雞皮向下煎 看看雞肉本身有多少 和鍋子有多大 如果有很多雞 而鍋子又一次過煎不快 就不要硬把所有雞都放進去 因為煎不香的雞面 煎出來的雞就沒有那麼好吃 雞不用煎至全熟 煎至半熟 它面層上了一點顏色 我們就可以夾上來 因為之後我們會再煮 我們就用完鍋 用剛才煎完雞的雞油 就爆了尿頭 加乾蔥 蒜頭 蔥白 雞煲香 主要是靠這些尿頭 一定要炒得透 炒得香 雞煲就好吃了 然後加入花椒 和辣椒乾 其實現在已經聞到很香的炒香味了 我們要加醬料 我自己喜歡加少許可鮮醬 因為有少許甜味 吃下去的雞煲就不會這樣 只有辣子 我們先加一半的紫陽蔥 剩下一半後 最後再加 加少許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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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本身麻辣醬 和醃雞的時候 都已經有點調味 所以千萬不要加很多鹽 你看看 現在加黃紅椒 這些鮮醬料很像 沒有那麼淺 因為現在差不多 最後加少許麻油 最後才鹽 如果有花椒油 你可以加少許花椒油 再加一點 我覺得這個雞鍋很快就做到了 其實半小時不用就已經煮到了 它做到我想要有麻辣和辣的感覺 但又不會過辣 因為我用這個麻辣醬是香港製造的 不是平常用大陸的麻辣醬 我覺得味道太強 這個麻辣醬就不會只有死辣 它就沒有搶了雞的鮮味 如果你喜歡辣一點就可以再加多一點 其實最重要我覺得做雞鍋自己做的最好 因為你喜歡多辣就多辣 喜歡麻就加多一點花椒 它都封劍油人 而且雞呢 你看到我不是煮了很久 所以做完之後 雞還是很嫩滑的 加了這個紅黃椒 吃下去更加多了一種甜味 多了一個層次的味道 而且吃下去也比較健康 有一個龍蝦 而且不斷燒著 那些東西就不會凍得很快 整頓飯都還是熱騰騰 非常之正 這個雞鍋吃完之後 就可以加點熱水或者雞湯 去做打火鍋 或者就算不打火鍋 你六個麵吃都非常之正 大家都記住一起做了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記得LIKE和SHARE給你身邊的朋友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